每年五月是民眾報稅的季節 北區國稅局淡水基針所也呼籲 請民眾要多加利用手機報稅跟網路申報 而今年是手機報稅的第三年 特別新增了現金繳稅的功能 讓繳稅的方式更多元 同時也有試辦復健上傳的功能 並且可以參加抽獎 獎金最高達二十萬元 每年的五月就是民眾的報稅季節 北區國稅局淡水基針所也呼籲 請民眾多加利用手機報稅 網路申報 在家完成申報 而今年是手機報稅的第三年 手機報稅3.0新增了現金繳稅功能 讓繳稅方式更多元 同時也有試辦復健上傳功能 另外還可以參加抽獎 獎金最高二十萬元 是手機報稅的第三年囉 手機報稅3.0 今年新增了現金繳稅功能 讓繳稅的方式更多元 同時我們也試辦了復健上傳功能 那我們要記得我們合計的檔案大小 不能超過10Mbps喔 那最後我們的手機報稅真的很方便 它是不用下載APP 也不用使用讀卡機來做插卡的服務 只要直接使用手機上網就可以報稅囉 北區國稅局淡水基針所表示 手機報稅不用下載APP 也不用讀卡機插卡 直接用手機上網 使用網路申報或者是手機報稅 都可以採用行動電話認證 進行身份驗證 只要手機門號是民眾自己申辦的號碼 就可以採用行動電話認證 而認證成功 系統就會帶出所有的申報資料 民眾就可以直接進行報稅 那手機報稅有五個步驟是我們報稅的神隊友喔 那最後呢 我有好康要告訴大家 我們財政部呢 還有再加一報稅 好理大放送的抽獎活動喔 我們的獎項有 再加網路報稅獎 手機報稅加碼獎 還有一化繳退稅加碼獎喔 那我們的最高獎項會有20萬元喔 北區國稅局淡水基針所表示 呼籲民眾多加利用手機報稅、網路報稅 鼓勵民眾再加報稅 另外財政部還有好理大放送抽獎活動 獎項有再加網路報稅獎 手機報稅加碼獎 以及一化繳退稅加碼獎 獎金最高20萬元 只要是在家自行以網路報稅 手機報稅符合報稅試算線上回覆確認者 完成申報就可以參加抽獎 記者許端一淡水採訪報導